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前面我们了解了中国的农业发展状况 今天我们来了解中国的工业发展特点 工业与农业都属于国民经济中的物质生产部门 但农业是基础,工业是主导 工业是对自然物质资源进行开采 并以此为原料、生产加工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产品的产业 请同学们往教室里和身上看一看 我们能发现哪些工业产品呢? 对,衣服、鞋、客桌、讲台、书本、文具盒、黑板、投影仪、计算机等都是工业产品 阅读中国近年来国内生产总值构成表 说一说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从上表可以看出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工业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提供生产所必须的各种原材料、能源和技术装备 也为人们提供丰富多样的生活资料 工业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明显 各地区发展经济往往会把工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 但发展工业不能盲目 也要因地制宜 各地区应根据当地的自然资源条件 人口和劳动力状况 市场因素 以及现有经济基础等来发展工业 血管沟通 体沟通 剧力 成金沟通 尊敬 剧力 铆